我来人间一场 历经事态炎凉 二十三岁的我 用一场车祸 导致瑕疾瘫痪 大小便失禁 生活不能自理 每天躺在床上 后来慢慢地学会了 坐着 可以自己穿一些简单的衣服 经过三年时间 我学会了很多 基本上也能实现了自理 甚至可以穿各式各样的衣服 就比如今天的背带裤 很多人都认为 也都瘫痪了 如何穿这样复杂的衣服 的确 背带裤对于我来说 穿起来会有一些复杂 平时穿的一些裙子 可能是我最好穿的衣服了 可是 生活不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吗 哪怕受伤了 也希望自己积极地 乐观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也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 这个背带裤 这个背带裤有一些难度就是 在把它寄带的上面 后面需要把带子掏出来 虽然无法像正常人一样 灵活地去穿衣服 虽然每次穿一次这样复杂的衣服都会出于震撼 但是穿上之后就像一种挑战一样 很有成就感 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大事一样 由于自己的腰腹力量不够 所以在勾带的时候经常会摔倒 但是没关系 后背就是床 就算是摔倒了也不会痛的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相信只要努力 没有能难倒我们的事情 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